大家好,我叫陈佳萱 我是今年民国109年教育行政初考普考上榜 其实一开始准备考试的时候 遇到最大的困难就是我的时间非常的赶 因为我当初准备要考试的时候 也是有一点临时 所以其实我整个准备的过程只有大概半年的时间 那这是我遇到最大的困难 那我怎么克服的就是 我当初一开始要先确立我自己的读书计划 那我也有先找寻一些补习班 然后询问他们的课程 那因为其实许多补习班的课程 都是一年期的时间 那我只有半年 所以我就要自己规划我自己的读书进度 这是我当时就是遇到最大的困难 我觉得让我觉得最棘手的考科 应该是属于法科的部分 因为我自己本身对于法律是比较没有什么概念 那刚开始学习的时候 看到很多的法条要去背诵跟记忆 会有一点觉得害怕 那但是透过就是老师的上课 以及就是课后复习 那慢慢加深自己对于法条的理解 那其实在后来进行记忆跟背诵的时候 就比较不会那么的困难 我在准备考试的这段期间 我都是属于全职的考生 所以我基本上读书就是每天在家里面 然后把醒着的时间做一个非常充分的利用 那除了就是吃饭啊 还有睡觉的时间跟一点点的休息时间之外 我每天都会尽量让自己念书念七到八个小时 让我准备考试的这半年期间 做一个最充分的时间利用 我的读书计划就是以半年的时间来去做一个分配 因为高普考的考试科目比较多 那其实加上共同科目的话 总共有八科需要去做准备 所以我在列我的读书计划的时候 就是以每周每周这样子去做一个分配 那把半年就是有几个周 然后去除以八个科目 那每一科目就会有它 必须要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之内去念完 那大概在每周或是每个礼拜的时候 也要做一个自己定期的回顾 就是有没有达成自己的读书计划 基本上就是跟时间赛跑的概念 我一开始就是会知道三明其实是其他学长姐的推荐 那我听就是知道之后也有去上网搜寻了关于就是三明的一些评价 还有我自己也有先上网看一下 课程的影片还有讲义的一些介绍 那我觉得整个看起来就是三明补习班的东西都让我感觉非常的舒服 然后老师的口齿非常清晰 而且也有许多上榜生 那就会让我觉得蛮有信任感的 那三明我最推荐的老师是法科的廖正廖老师 我觉得他上课非常的有趣 那就是让一个对于法科不熟悉或是甚至没有接触过的同学 都不会害怕法科相关的东西 那他上课除了有趣之外 其实他提供的笔记内容 然后还有整个讲解等等都非常的清楚 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上课的方式 也非常推荐他 廖正老师的YouTube频道 对于想要考国考的学生真的都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我觉得老师他真的很无私的把 他在补习班教授的内容都把它分解成一集一集的YouTube影片 然后上传到这个免费的平台上面 然后供大家就是学习跟观赏 我真的觉得老师非常的无私 然后内容其实也都非常切众考试的要点 所以我除了就是因为有购买三明这边的寒寿课程进行观看之外 我自己也会另外就是准时观看廖老师他的YouTube频道的内容 就再做一个课后的复习这样子 那再加上就是老师的频道常常会有很多抽奖的活动 让大家很期待老师什么时候要再发新的影片 我希望就是考生们跟学弟妹们 如果说选择了考公职这条路的话 就一定要努力坚持下去 那祝福大家都可以考上自己理想的公职 然后顺利金榜提名